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花莲县连续第四天连确诊 县长许正卫、秘书长张艺华以及卫生局长朱家祥 在下午3点召开了例行性的防疫记者会 并回应民众相当关心的莫德纳疫苗 花莲县所分配到的数量以及卫生局的施打计划 县长许正卫表示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22号公布花莲县无确诊个案 而国内防疫三级警戒期间到6月28号 对于大家所关心的莫德纳疫苗 花莲县所分配到的数量以及卫生局的施打计划做说明 今天特别对于我们CDC指定的1到10类的部分 我们做了一些比较详尽的说明 那请我们乡亲长辈以及家人们 可以好好的注意一下我们1到10类的项目 在我们的7月1号 莫德纳疫苗进来的时候 会在5-2 5-3的部分来施打 含矫正机关的工作人员 所以如果您的子女或家人 或是您本身有在1到5类里面 5-1里面如果您还没有打到的 请赶快将您的名单送到您的主管机关 请他赶快送到花莲县政府或直接网上报 曾经在我们的4月13号到5月9号 已经完成了第一剂的新冠疫苗的接种 完成第一剂了 那您可以在6月23号来开始预约第二剂 开始预约第二剂 那预约电话就跟我们的这个长者 长者的预约电话是一样的 一样是各乡镇公所的这个各乡镇卫生所 各乡镇卫生所 并且呼吁乡亲在了解莫德纳疫苗 花莲县卫生局的施打计划之后 能够开始造册 让花莲县政府将名册送到中央 同时也请花莲青年发展中心 规划了相关的课程 让业者以及学生 可以在疫情解封之后 能够有更充实的创业能力 以及新想法 青山依旧在 好山好水都在花莲 我们只要度过这一段困难的期间 再忍一忍 我相信黎明就在我们的眼前 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 也祝福大家 希望我们这最后这个阶段 都能够宅在家 好好的把疫情止住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